RW击败DYG拿到首届雷霆荣耀杯冠军 刺痛爆瓜 花云的表现差强人意 Fly可能选错了队伍 因为花云一直给我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比较稳定 但是在上个赛季的表现的话不是很满意 我的天哪 李九说出大实话 猫神的含金量还在提升 新老结合已经成为主流 就在6月10日 首届雷霆荣耀杯决赛打响 并且刚开始还有AG跟狼队的表演赛 热度也是直接拉满了 最终双方打听收场 算是给这场表演赛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至于雷霆荣耀杯 RW轻松4比1击败DYG拿到了冠军 虽然含金量不高 但是也能看出RW的状态有所回暖 反而是DYG的新阵容磨合并不算特别好 而这场比赛前刺痛爆出大瓜 Fly当初转会的时候 其实是有好几支队伍可以选的 只不过刺痛觉得RW最适合他 打野无双厉害 射手花云很稳重 只是他也没想到 花云上赛季状态那么差 可能是因为他太想要出成绩了吧 毕竟Fly是KPL最高的山 他拿到的冠军太多了 先来是几年RW的长青花云小花 这个选手就不用说太多了吧 这个就从我觉得你来点评 我点评 其实Fly那时候转会的时候 就他说他的意向是哪些 对嘛 然后其中就有RW的一个选择 然后我就站在他的角度跟他说过 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大家都知道 打野要厉害 射手要稳重 然后编度就是看你自己 所以说我觉得RW是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花云一直给我传递的一个信息 就是比较稳定 但是在上个赛季的表现的话 不是很满意 跟你比起来上个差距 不要跟我比 我已经退役了 他多比他也坏了 你不能这样比 然后就是离久说出大实话 猫神的含金量还在提升 新老结合已经成为主流 并且这位老选手 还要震得住新选手 就像猫神去老干爹带队一样 一老直接压制住四星 回到AG同样能带得动其他四位新人 直到一诺从亚运会回来 有人帮猫神分担压力 AG才能拿到试贯的冠军 这种新老结合 如果有好的话学反应确实挺好 包括其实猫当时去到 当时为什么说去LGD的时候 大家那个评价那么高 因为确实是这个新人跟老将 我觉得如果结合不好 那也有可能 是有风险 爆炸 因为大家的观念不同 代勾的嘛 对吧 是多少会有点 就当时队友说 我六年级的时候 看你打比赛拿冠冠军 他决议说的 我知道 现在我们一起打比赛了 多少是年龄上 是有点差距 其实我看那时候 看得去老格林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就是压得住 真的压得住 四个选手 看得全都能压得住 那肯定吧 六年级看你打冠军 对 因为像Kite从后面走 那我看每次打开直播间 打开母鸭直播间赛事 每次老格林一输 评论就是 Kite的含金量还在提高 总的来说 雷霆荣耀杯 虽然含金量不高 但是能看出 RW跟DYG的磨合程度 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 清风跟阿改加入 DYG并没有磨合的特别好 要是后面没办法改善 估计夏季赛的 DYG还会在B组 至于猫神 Fly等等老选手 如今的比赛 看一场少一场 他们能坚持在赛场上 值得大家尊重 最后大家觉得 猫神还有机会重回首发吗